DHCCP 經過這個設定 現在已經把這一個 RusoryPi 能夠由外網進入了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RusoryPi 目前是掛在Jordan1的網路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顯示 保留DHCCP 保留伺服器的地址 保留在104的位置 然後呢 第二個呢通訊負導向 通訊負導向 這裡呢我有把 1880這個Pol Inbound跟Outbound的Pol設在 也是一樣設在 192.168.0.104 TCPPol 打開那我們來看看呢 剛剛提到的 RusoryPi 這是RusoryPi 用VNC設備連線 可以看到它是連在Jordan1 那我這一台的Wi-Fi呢 也是在Jordan1 好 那我們現在來驗證 這個方法呢 就是有手機 手機呢是透過了 呃 各位展示的是 各位可以看到我上面的符號是4G的連線 並沒有接到Wi-Fi是關閉的 Wi-Fi的部分是關閉的 並沒有接到那個Jordan1 好 有MobileData這邊 MobileData 來連線 好 那我在網址這邊輸入 我們剛剛已經做了DDNS的設定 所以打入網址 stonez56.ddns.net 毛號1880 這樣就可以連到我們 NORAD的Server 看一下Enter 欸 好 可以看到這個 它已經連線成功了 好 這邊還有另外一台 這邊也是另外一台 我們也來試一下 打入 stonez56.ddns.net 1880 好 搜尋 好了 已經成功了 好